本文原创 本文原创 在南沙群岛中,有着一个被称为双子岛的岛屿,这个岛屿在中国历史上,一直是属于中国的,但是在当时的新中国成立的时候,根本无暇顾及南沙群岛的问题,所以说南沙群岛被一些小国所占据,双子座也同样是这样的。 双子岛,仅听这个名字,就十分的有人情味啊,然而这座岛屿却被他国霸下进半个世纪,实在是国之之属啊,双子岛顾名思义分为南子岛和北子岛,而双子岛如今被菲律兵所占据。 并且这个小国仗着新中国,正处于危急的国际局势中,足足占据了双子岛近五十年之久,真是十分的可恶,双子座拥有十分丰富的资源,并且地理位置十分的优越。 却被这个小国因为历史问题,一直占据着真是可泣啊,希望我们国家能够越来越强大,最终能够重新从这个小国的手中夺回双子岛,让这两个小岛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。 所以我们应当牢记国耻,不忘初心,砥砺前行,才能够实现愿望。 本文原创,未经允许,请勿专赖。